烧火堆 魁武国旗 民众霸占 高速公路抗议 空拍 密密麻麻都是人 另一头以色列国会外 同样满是愤怒群众 总理官邸前有人推开路障 拉扯 警方寄出强力水柱驱散 以色列周日晚间到周一 清晨十多万人上街 再度爆发混乱 导火线就是这个 官方推特宣布 总理纳坦雅胡即刻解雇 国防部长格朗特引发民怨沸腾 主因就是格朗特唱反调 才会被炒鱿鱼 格朗特遭解职 前一天曾公开呼吁 暂停争议性司法改革 认为民意对于改革 不买帐孔威胁国安 但此举被认为是对示威者的让步 首位内阁成员直接表态 不停改革 当然让总理纳坦雅胡不开心 但确实纳坦雅胡上任三个月来 反对司法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涨 你能够以为这个最重要的 一连串的反政府示威已经延烧十二周 为了顺利推动司法改革 纳坦雅胡不惜开除意见不同的内阁成员 恐怕只会让民怨持续升温 TVBS新闻就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